音樂本身就是從語言發展出來的 那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台灣學的時候 我們很難弄清楚所謂的句法是怎麼回事 線條感 句法怎麼樣去傳達 那到那邊去學 剛開始其實還是卡在這個地方 就一直到 我說可以用法語做夢的時候 就是我做夢的時候 夢到我是用法文在講話 但那個時候 我慢慢慢慢 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慢慢了解到 所謂的在一個樂句中間 它的音節 重音或輕音母音子音的變化 它的整個線條的延續 那個時候才慢慢慢慢進入 真正能夠了解西方音樂語言的狀態 而且還在某個線條裡面 就算是有一個主意的狀態 就算是有一個主意的狀態